04年那会GTA系列在网吧非常流行 当然那个时候掌机GBA也非常流行 GTA和GBA一个字幕之刹 却是两个不同的玩意儿 不过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能在GBA上玩到GTA那该多棒啊 那种随时随地将整座城市 捧在手心为所欲为的感觉 憋涕有多美 不过我记得当时我在莫子桥的一家电文店 居然看到了GBA版本的GTA 不过这个画面让人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虽然我知道GBA掌机的性能有限 还原出电脑版的特征也不够现实 但是这的确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然后来当我看过一个同学在GBA上玩了一款 叫做车神山的游戏后 我被深深的震撼了 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有那种掌上GTA的宝藏游戏存在 车神山其实是国内当时对于Driver3的翻译 这个翻译挺好至少没有一座司机山 车神山的logo也是非常有灵性 直接把Driver中的字母一翻转加出突出山的感觉 说起车神Driver系列也是鼎鼎大名 这个系列可是开放城市玩法的先驱 当年的GTA还在上帝视角的时候 车神Driver就已经开始了森林奇迹的都市漫游 不过到04年GTA已然大获成功而过去的新驱车神系列 如今又成了一名追赶者 为了对抗GTA 车神系列第三座车神山也开启了警匪枪阵模式 并且为讲好故事资助了大量精美的过场CG 男主角作为一名卧迪警察 江泰勒在迈阿敏追查一个走私团伙 然后竟然辗转到法国尼斯和妥妻伊斯坦布尔 最后在伊斯坦布尔的小巷子火兵 男主角和大反派均双双重商命运未卜 我觉得不论是游戏的玩法和故事地点的选择 车神山对标GTA罪恶都市的意图都是相当明显的 而在漫游城市的时候 玩家沙雕隐藏在城市角落的敌对NPC 这些NPC简直就是GTA罪恶都市男主角的造型 然而实际上游戏发扯后 车神山的口碑还是雷了 想要追赶GTA老牌车神还是没能跟得上现代思维 在我看来 车神山只是做出了GTA的行却没有理会GTA的神 GTA之所以享誉全球 就是因为其不仅做出了你真的开放城市 而且整个游戏玩法和游戏系统 也针对开放城市做出了巨大变革 而车神山虽然制作出了不只一座巨大的开放城市 但是游戏玩法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依然是目标点牵着玩家鼻子开车打枪开车打枪 这座城市除了车和零神的只会走路的行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看起来这些城市更像是巨大的电影片场毫无生机 而行人也只是配合演出的群众演员 而且我发现这些演员也是相当专业 他们各个敏捷点满很难被你撞到 关键是行人配合就算了 警察也很配合 车都被我射爆了他们也全都无动于衷 更难以忍识的是游戏全程都是一个固定的BGM在那响个不停 配上毫无活力的城市冷色调 让玩家审美疲惫不堪 而就算是玩家放弃漫游城市选择直接剧情主线 游戏的操作也让人泛难 尤其是男主角跳跃的时候就像是料级一般放不开 这样的跳跃不如不跳 而且有时候跳的时候甚至还会莫名其妙的摔倒 简直是让玩家抓狂 对此当年的爱情毫不犹豫的给车神山打出了5.4的低分 过去的先驱在新世代嘴赶后浪的时候 还是被远远的甩掉了好几个身位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虽然在家用主机平台车神山落后于GTA 不过在另一个次元又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GBA掌机在全球风靡 GTA和车神也不约而同的针对掌机开发游戏 不过来到GBA平台 GTA就仿佛回到了过去又变成了这种复古的视角 但在这里 在主机平台口碑翻车的车神山梦回巅峰又圆了一把 担当一届引领者的愿望 这就是当年震撼我的车神山级别版 当时那个同学在自己的GBA ST上演示游戏的时候 我就震惊了 我的天啊 这款游戏竟然在试着还原车神山主机版的感觉 依然是身临其境的第三人城市角 依然是巨大的可供自由探索的整座城市 依然拥有及时运算的交通 依然拥有街边榴弹的行人 当我们抢下一辆车辆 时尚巨大的跨海大桥 从城市的一边无缝开往城市的另一边时 这种在手心拥有整座城市的获得感 简直玩爆GTA GBA版 不过震撼的地方还不止于此 游戏野心非常大 他们要尽力还原车神山主机版的面貌 你可以在游戏中驾驶任何你看到的车辆 甚至也能像主机版一样驾驶超跑 警车和摩托车 甚至还能驾驶水上载具乘风破烂 登上敌人的豪华游艇大搞破坏 我们知道GTA罪恶都是有汤米溶鱼水的脑梗 那我们的车神是否也具备这样的属性呢 我靠我们竟然还可以在海里面畅游 甚至还能跳进别人家的私人游泳池里面游个来回 不过千万不要把车辆开进游泳池里 我靠在家的游泳池里面是还有硝酸吗 如果你在掌上看遍了城市的晴空万里和日落必灰 那你一定还想不到 在小小的GBA卡带里面还埋藏有一个大野心 车城山GBA版本在游戏中期居然也会来到一个全新的欧洲城市 我靠今天在GBA上能够在多个城市自由漫游 这座欧洲城市不仅也拥有巨大的开放地图 而且城市风景和建筑也完全变化 连行驶在路上的车辆也变成了欧洲车辆造型 尤其是可以驾驶欧洲的警车让我印象深刻 我简直不发想下 GBA竟然可以实现这么现代的游戏玩法 你可能现在就想立刻体验一下这款游戏 或者去看这款游戏的视频 不过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车城山的GBA版完全就是一个军与其外败水其中的超级垃圾 之所以我会得出如此精锐的评价 也是因为我亲自游玩了游戏大部分流程得出的结论 在我看来车城山GBA版反能类的操作和老坛般的系统设计 败光了游戏运速场景带来了所有好感 操作的反能类其实是因为GBA建位的稀缺造成的 驾驶的时候转弯是一个大问题 尤其是游戏开始就会有一个追踪关卡 一旦玩家碰到路人车辆就会立刻被撞退好远 这相当于破给你任何犯错误的机会直接任务失败 而一旦失败就要全部重来 因此一开始就是一波劝团 而游戏中期有些老残驾驶物也是让人烦躁 比如规定时间内拾起指定数量的道具 配合照飘移到像轮胎站车人出游的手感 不得不让玩家反复经历失败 而且好不容易玩操后竟然还要再开一脸 再装一遍我装的了个头的装的了算了 不过游戏最大笑话就是枪支 我他们都从曼阿密玩到欧洲离世了 男主角依然还是一把手枪打着不停 主持人这把帅气的冲锋墙了 枪支扫也许是游戏卡带容量限制造成的 但是弹药稀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游戏最傻缺的系统就是玩家弹药齐缺 击避敌人不会掉落弹药 也没有经济系统购买弹药 配合反人类的瞄准系统玩家很容易弹药不够 在这里我因为弹药数量不够只能眼睛睁被敌人干掉 有人说你不是要车马开车撞他 游戏开发全程傻缺就这里竟然至少上线了 想开车撞人 诶我给你加个砍你开不上去 你他妈的我先不吐槽车子连这么矮的砍都上不去 关键是你这么设计又不给我弹药到底是胃毛 还有就是来到室内因为没有弹药补充 而人物又要求玩家强制杀官所有敌人才能出去 那好吧你就只能眼睁的等着敌人把你干掉 但是他妈敌人个个像吃了药一样持久力惊人 过好一会儿才射一发 等死掉在这方寸之地等半天 为什么游戏不给男主角开发一个拳头打人呢 这手枪就像是针在男主角手一样从头到尾就没换过 等我们死后 一切全部从任务最初开始 这个存弹机制也是有够傻逼的 那更傻的竟然是连我们的弹药数年都继承了 我去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就完成了十打 幸好游戏做的还不算太绝 我们其实可以在城市的一些隐藏角落 发现一些闪落的弹架 到处探索收集一下再开始任务才行 尼玛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把弹药补充做成隐藏要素的游戏 真的是服了 如今真的要感谢模拟器让我能够随时S2才能见到游戏的全部内容 我想当年的十几百玩家的通过率也许不足0.1% 他们完全就是傻缺游戏系统设计师的受害者 著名的任天的《力量》杂志给了车神山GBA版5.5分 竟然比主机版多了0.1分 我相信这0.1分就是给游戏的场景画面设计最实在的赞上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